哇 这姐的更漂亮 在反座上了 给斯诺哥轻松姐 轻松姐 我们再欣赏一感 哈哈 差点姐姐 轻松姐 却走了另一条路子 我们耐心继续看下去 通过耐心 他硬生生 整了一个超模人的局面 这富家军这资格赛 一上来就碰到 这个比较硬的桥远 很多都是格外突出的 凯波莫小逊 以及昨天被 本美尔滕斯淘汰的 肖莫菲 很可惜我们在武汉的正赛 是无法看到这两位高手了 楼宇再三 防守方式 应该还是方 不过 说实话 这不就是 富哥预想中 比较理想的局面吗 慢工出细活 香港一哥 用足够的耐性 去包这一锅 老伙后的防守晾汤 很烧闹啊 中国香港名将 富家军 一上来就要 用这么绝的点子 来这么这么点杀 伊朗王子 瓦菲 比赛节奏 就彻底被他掌控在手里了 所以 哪怕这个时候 出现这样的失误 也是富家军的保险范畴 防守要打包了 这俏心咬的打了 这母球又回到上半区了 一杆接到 这是看了 自个赛 这是最难受的一个敲键 他的目的是将母球跑 防回这个上半区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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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球 一颗球 一颗球的慢慢打 七凑现在也有33分的领先了 有意识已经去用低推的刹车去打了 怎么打都打了分数都不够 没打劲 他可不想打上半区的球 佛达军现在常态的准度确实不稳定 台面已经打掉了13个红层 佛达军拿了35分 瓦菲拿了7分 中间就能炒粉 选择再放 好转 这解的更漂亮 反座上了 有球 分数相差29分 吃什么彩胶都够 不要比较直 滴肝吃过才上得去 有一点点向下 他这个角度都不好打 这个黄金胶 几乎被消耗殆尽所有耐性的瓦菲 还是未能组织其次 极具威胁的反击 轻松解 差点解决 想象的想象不到那种效益 运气不差 重新上手的副歌 直接用着带足节奏的开局 从一开始就尝试去锁定 整场比赛的胜利 哎呦 转 小子地球点打了 好 超分 终于结束了 对此 你咋看